上期视频呢 使用了莫广180目的荒底 快速修复了黑汽油风神240牛刀 刀刃上所有的崩口 今天呢 做一个间接打磨 使用的是龙虾P400 就是没有底座版的龙虾400目 崩口完全修复之后呢 我就可以回到正常的角度 进行重新开刃 压低角度之后呢 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摸到卷刃 如果没有摸到卷刃 证明这条刀刃 你还没有摸透 直到一边整条刀刃 都摸到卷刃之后 你才可以摸另一边 再涉及懒量一下 就像发芽油风神220牛刀刃 接刃的包他 也hmen时另一边 开始排卷刀刃 认证明 开刀刃 2 压 对 C 额 额 额 领 是不是 voodoo 7 7 8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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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7 9 8 8 9 9 hmm 嗨 嗨 嗨 我们可以看到啊 400目之后的锋利度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非常轻松的切纸 并且可以很轻松的做S型切纸 那么目前这条刀刃的状况呢 是完全可用的 但是400目的刀刃你去使用的话 它会炖的非常快 刃口呢 不够细腻 还是非常粗糙的那种锯齿感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更高的目数 做轻松的精细化打磨 为什么说是轻松的精细化打磨呢 这是因为180目和400目 打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80目修复崩口 并且给重新开刃 做好了铺垫 400目呢 辅去180目粗糙的划痕 找对角度 重新开刃 这个时候的刃角和锋利度 都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呢 用中底和式上底 采用同样的角度 对400目之后的刀刃 做精细化打磨 这块呢 是一个183×63小尺寸的墨广定制款底石 这个底石呢 最大的特点呢 是不吸水 今天呢 正好给它做一个打磨测评 它这个倾斜角度的底座啊 我不太用得惯 所以呢 我还是用我的万能底座 这个万能底座刚刚好能卡183长度的底石 估计这个底石再短一点 这个底座也卡不上了 这块呢 是不吸水的底石 泼上水就可以直接磨刀 我呢 先不修这块底石的表面 直接磨一下 先看一下效果 因为这个木板 drag楼崩 0 用盘墌 薄 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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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感呢 非常的生色 生硬 看到底石表面 有很多黑色的金属蟹残留 很难把它去除掉 尤其像这里 能够摸得到 它有一些凸起 但是呢 很难擦掉 这个呢 就是因为底石的表面啊 有一层保护层 这个保护层如果不打掉的话 不仅影响切削 影响手感 同时还影响字节 所以呢 新底石拿到手 一定要从头到尾的 给它打磨一遍 然后再用 这块底石呢 现在修掉了表面的保护层 打掉了凸起的边缘 现在呢 这块底石才是真正的可用的状态 接下来呢 我们用一千目这一面 再磨一下 试一下 再磨一下 这个才是他应该有的手感 这个才是我的手感 刚刚呢 用手感受了一下刃口的锋利度啊 我发现这块石头的出锋还是非常优秀的 下面呢 来看一下它的字节 比刚才好了很多啊 底石上残留的黑色金属屑非常细腻均匀 已经找不到那种特别大颗粒的黑色金属残留 那些大颗粒的黑点啊 其实是由于底石表面的那层保护层造成的 那保护层打掉之后呢 这个字节明显就好了很多 那接下来呢反过来用6000目那一面 就好了很多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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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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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目切削非常理想啊可以摸到卷刃而且抛光性我发现还不错 1 6 7 5 7 8 7 5 5 6 - 爷捕捉ES出发鼻子 - 噢夕骤 - 噢夕骤 -噢夕骤 -噢夕骤 我们可以看到啊 金刚版推过两次之后 字节已经非常优秀了 同时呢 这个六千目的手感 是我熟悉的莫广六千目应该有的手感 同时呢 这块底石的硬度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刚才我磨完了之后啊 大概摸了摸这两个刀尖经常划过的点 没有感到任何划痕的存在 同时呢 我反手磨的时候啊 刀刃也并没有啃在底石里 说明这块底石的硬度还是OK的 现在呢 大家看到的是打磨完之后 一千目这一面 字节的这个效果 现在呢 是六千目这一面 它的这个字节效果 效果不错 既然以面包开始 那就以面包结束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块面包的切面 与上一期那个面包的切面做一个对比 黑骑游风神240牛刀的维护呢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